欢迎来到了Bella美丽厨,我是Amanda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快手临失败的生煎包 这个包子皮你根本都不用做 你可以相信吗 这个包子皮在Trader Joe's和任何的老美超市都可以买得到 大家就买披萨豆就可以了 这个包子馅儿呢,你只要按照我的量化配方来 绝对是江浙一带生煎包的那个味道 我有江浙一带的朋友亲自鉴定过的 Trader Joe's的披萨豆只要1块4毛9 这边猪肉馅儿也可以一并买到 而且是不含瘦肉精的,5块9毛9 这是所需的所有食材,量化食谱 我打在视频下面文字说明里 先把姜捣碎,做点姜水 这个粗细度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水加进去,让它泡着 这边来做个葱油 用洋葱也可以,青葱也可以 记得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的把香味熬出来 熬葱油的功夫呢,我们就来和馅儿了 先把这个猪肉馅儿拿出来 放一点点酱油 老抽 鸡肉馅儿 鸡粉 糖 白胡椒 先加一半的姜水 葱油熬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把所有的葱油都加进去 还有蚝油,差点把蚝油给弯了 这个霍馅儿的小工具非常的好用 肉馅儿很快就上浆了 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拌 所有的液体都被肉馅儿吸收之后呢 加上剩余的姜水 然后还是快速的朝同一个方向搅拌 肉馅儿和好了 咱们现在来处理面团 这个面团因为是在冰箱冷藏柜里面的 所以呢,要事先把它拿出来 让它恢复到室温 因为这个面团本来是用来烤披萨的 所以它的含水性比较高 有一点点软 但是不会粘手 鉴于它含水性比较高这个特点呢 我是不建议用这个面团来做蒸的包子的 这个面团做的蒸的包子会有点粘牙 还有就是这个面团 它是披萨面团 它的筋性非常的大 所以你操作的时候呢 可能比较困难弄成你想要的很完美的那种形状 所以切好剂子之后呢 我们最好先给它整下形 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圆的形状 这样擀出来的皮呢 才会相对比较圆 擀包子皮呢 尽量做到边上薄中间厚 你看这个面团的筋性真的非常的大 你赶开了 然后它又缩回去 但没关系 咱们包的时候呢 就给它拉着点包 扯着包 因为它筋性大嘛 咱们也不怕被扯坏了 来换个角度看看 我是这个样子包的 你就拉着往上面拽着这样包 包好之后直接放到平底锅里面 我没有再二次醒发 然后开上大火 浇一点点油在锅里面 然后加上一些水 大概没过包子的四分之一 然后盖上盖子 当你听到锅里面水开了之后呢 就把火调到中火 七八分钟以后 咱们来撒点黑芝麻 这时候撒黑芝麻 芝麻就可以牢牢的粘在包子的表面 然后盖上盖子 让它再煎五分钟 或者等水全部都干掉 这时候就把火关了 撒上葱花 再把盖子给盖回去 让它的余温 让葱花的香味激发出来 看看是不是临失败的 有手就会做的包子啊 很蓬松 临失败 不会塌陷 不会回缩 看看里面的馅儿 谢谢观看 我是阿面党 咱们下次再见